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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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诗词引领步伐 让旅行更有诗意 大家好 我是书本旅行团的领队 王静 今天由我陪伴大家一起云旅行 首先还是欢迎在现场带领咱们云旅行的嘉宾老师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新小娟老师 你好 新小娟好 小娟老师也是咱们书本的老朋友了 您已经不是第一次云旅行了 特别想让您分享一下云旅行是什么感受的 我觉得咱们书本这个节目 云旅行其实是有传统的 因为古人那里就有一种旅行的方式 叫做卧游 这个是谁提出的呢 是南朝时期的一个山水画家 他叫东炳 他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标准的背包客 愿意到处去旅游游山玩水 可是到了中年之后身体就没有那么好了 于是他就说自己经常在家里边 拿着早期的山水画还有别人的画 在山水里边去体悟人生的道理 感觉小娟老师已经有经验了 而且迫不期待了 除了咱们两个人以外 还有咱们的团友们 朋友们 你们好 哈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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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今天要去的地方 是一个富有诗意 富有意境的地方 被誉为诗城的白地城 不知道大家去过没有 只有大伟 那大伟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对白地城还有什么印象回忆吗 或者有哪一副景色印在你的脑海当中 有 其实我第一次听说或者知道白地城 是通过李白的一首诗叫《早发白地城》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学那首诗的时候 老师给我们大概描写了一下白地城 就是它的地理位置很特殊 很独特 再加上它的历史很悠久 曾激发了好多伟大诗人的那种创作灵感 太好了 感觉大伟真的是一个中国通 跟大家卖个小关子 其实呢 在去年的深秋 我有跟着书本节目 跟着咱们很熟悉的蒙曼老师 有去过白地城 那你最有发言权了 所以我说先卖个小关子 因为蒙曼老师也录制了小片 有很多话想跟大家说 咱们一块去看看吧 好熟悉的感受 这个到了秋冬的季节 重庆那一带雾气是很重的 看上去就和仙境一样 对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重庆凤杰的白地城 白地城位于渠塘峡口的长江北岸 演映在郁郁葱葱的树屋之中 李白就在此写下了千古明篇 早发白地城 朝死白地太云间 千里将领一日晚 两岸原生其不住 青州一步万重山 怎么样刚才的景色 非常漂亮 很美 太漂亮了 而且刚才也看到了 蒙曼老师为大家分享的 就是这一首早发白地城 快之人口 感觉所有人都会背这首诗 对不对 就是小学生都会背 所以也特别想知道 李白的这首早发白地城 为什么这么火 因为李白写这首诗的时候 是他预设 他当初隐居庐山的时候 就上了贼船 然后跟着这个勇王林 当时就军事行动 后来很多人定性 这个是叛乱 但是也有很多人 为李白平反 说这个不是叛乱 这个是个合法的军事行动 我们今天就不去 就结这个了 然后他就被流放到叶朗 你说这个贵州那边去 然后走的是很慢的 远远地超出了 当时这个朝廷规定的时间 还准备从蜀中 然后再去这个叶朗 然后这个时候 射书已经来了 就不用去了 还不用到叶朗 射免 对 回来了 那这个时候心情就不一样了 所以走的时候磨磨蹭蹭 回来的时候那个快 因为他顺回去了 顺风顺水了感觉 对 所以是天里将临一日花 所以这个缓和回家一样 所以这个是心情畅快 所以写诗也是根据古人的心情 有感而发的 咱们旅行团的团友们 刚才听了小江老师的讲解 是不是对这首诗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了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 想问吗 来 大伟 老师那个 我看到就是画面里有猴子 就是诗里的语言 是不是讲的这个 然后它的叫声是什么样的呢 这样 咱们跟着萌曼老师一起去小片当中 看看萌曼老师是怎么说的吧 圆的声音本身就类似于人的悲鸣 所以当时过三峡的时候 几乎每个世人都会谈到 我听到了圆的声音 这个圆的声音让我的心更加惆怅白节 我去跟萌曼老师一起去旅行的时候 其实也专门去那边找过有没有圆 其实你说的你去的时候肯定没有了 其实古代的时候 唐代以后就越来越少了 很多这个圆猴 他们都已经挪到比较深的林子里边去了 所以古人也是有这个感慨的 怎么样大伟 有没有解答你这个问题 解答了 我不知道小片老师 有没有发现在今天咱们旅行团的团友们当中 有一个人特别特殊 是是是我看见了 左上角 胡红你好 佳琳老师好 旅行团的朋友们大家好 你好胡红 我发现你今天跟大家都不太一样 你是不是在室外 我在室内 我是白地城景区的一个讲解员 现在我们就是位于一个奎州博物馆 你能不能带咱们大家就在这个奎州博物馆里面转一转看一看 给大家介绍一下白地城 是不是 好 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在我身后呢 这个就是南宋时期的一个白地城的模型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以前的白地城呢它是三面环水一面傍山 就后面那边是靠着山的 三峡大坝建成过后 水面抬升 升到了它的最高水位175米 淹掉了原来的三分之二 所以啊现在我们的白地城 它就是一座江中孤岛了 所以以前我们感觉看白地城 它就是一个粗犷的汉子 现在呢就感觉它是一个文静的姑娘了 特别好 配合胡红啊 我今天还特意准备了一个地图 这应该是游会而来啊 这里应该就是白地城 就是刚刚胡红所说的那个柔弱的小女子了 这张应该是现在的一个地图了 对 这个明显是现在的地图 因为我们刚才胡红已经说了 早期的时候它这个呀水面没有那么高 所以这个下面的露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山体就很大 所以大家进去的时候都会想 哎呀当年公孙树怎么想的 在那么小的一个地方铸城 其实不是的 它一开始还是很大的 然后后来由于这个水位的上升呢 它实际上只留下很小的一块 而且原来这个天生的这样的一个石头的算是狼桥吧 天生狼桥就被淹没了 但是为了能让大家更好的这个观赏景观 后来又复原了一个人造的狼桥 其实这也是在经济开发和这个文化保存之间取了一个平衡吧 原来是这样 胡红 你好 因为你在现场啊 你也是图生图长的凤杰人 给咱们大家讲解分享一下 你对凤杰的景色 对这座中华诗城 描述一下怎么样 其实作为一个土生图长的凤杰人 我是特别的骄傲 特别的自豪 因为我们凤杰自古以来就是很多诗人的一个网红打卡地 米白到这里打卡写下了早发白的城 杜虎到这里打卡写下了灯高 对 为什么这么多诗人 咱们今天一直在提到诗歌 这么多诗人都来到这里 留下了千古绝句也好 也会写下诗歌也好 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在古代的时候 它这个奎州 它这里是交通要道 因为我们知道大家要想从这个署署之地出去 那最好的还是走水路 如果不走水路走哪呢 只能从金牛道 这个剑门署道 大家知道难于上青天 而水路的运力是绝对不一样的 所以这里是交通要道 交通要道的行走 往往是代表了一个人 对吧 他要出发了 要行商或者要去换游 这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所以能够很多的勾起人的诗意 而最后就说奎州这个地方 当时还是有一定的风险性的 尤其是如果是你五月的时候从这边走 比如说白居易 他第一次到山峡的时候 他就感慨江里的石头是多 临巡而立 大的就像箭一样 一步都不可以走 所以我们想象一下 你如果真的是五月的时候 那真的是渠塘不可想 水那么急 然后水里边全是大大小小的暗礁 那我们这个时候 坐船出发 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 所以面临这样的一个境遇的时候 很多市人也难免会伤怀 想到自己为什么要离家 要走到那么远的地方 然后扩别的家人 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刚才听到老师说 这个曲唐辖五月不敢过 好像李白在金珠歌当中也是提到 白地城边族风波 曲唐五月谁敢过 这个曲唐辖水为什么这么凶险 我记得我当时去旅行的时候 这个河水是其实挺平稳的 在这个奎门前面 其实有一个巨大的石头 艳玉堆 古人他是根据他的不同的 艳玉堆露出水面的高度 不同的在水上显示出了大小 来判断到底水有多深 小娟老师 我去凤杰的时候 没有看到艳玉堆 尤其在三峡 也没有发现有这样一块礁石 顺流而下 非常的顺畅 那就是因为在1958年的时候 为了避免影响船只的通航 已经把它给炸掉了 您提到艳玉堆 能不能给大家伙指一指 艳玉堆大概的位置是在哪里 大概就是在这里 今天可能你去的时候已经看不到 对 我没有看到 古人是根据季节 有时候能看到 有时候不能看到 说到这儿有个问题 想问一下我的团友们 就是如果我住在这个 曲唐辖的下游 我如果想去上游的话 我要怎么办 我总不能看季节吧 你们觉得我要怎么去 人多 我觉得如果是 首先我印象中 古人有一个习惯 就是他们其实一般 不会出远门 没有正当理由 他们是不远头的 这是第一 对 第二是他既然他是有正当理由 他肯定要规划 那就选个水 不是那么深的 不是那么急的季节 也是看日子 对 然后第三 我们有一首非常风靡的歌曲 就是无数中国人都没有办法 正常地说出那句话 一定要唱出来 就是妹妹你坐船 他叫欠夫的爱 所以说人该是可以拉着那个船 就是人在陆地上拉着那个船 一直往前走 就是欠夫 这个叫做 欠夫 那咱们小杰老师说一下 如果是不是去上游的话 就像刚才人多说的是靠欠夫 这个职业好像现在是没有了 对 现在是没有了 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机动船 已经完全可以克服江水的阻力 但是在一百多年前 再往前 再往前 就是很多很多年 据说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就是我们的这个 一直都是靠欠夫 在把这个船向上游拉行的 非常的辛苦 我们今天是看不到了 但是好在呢 大概在一百多年前 有一位外国的夫妻 录过的时候 用他们当时手中的 这个老式的摄影器材 录下了一段 很珍贵的欠夫的影像 我觉得我们可以一块去看一下 太好了 我也没有见过 咱们一块去看看 这真的是一段 很珍贵的资料 是的 而且听到他们 因为这个声音 可能已经不太好分辨了 但是能感受出那种 人山人海 在使劲拉船 是吗 对 所以非常的辛苦 呼喉 你是当地凤杰人 我特别想知道 你有没有见过欠夫啊 应该也没有见过 是吧 肯定 我是肯定没有见过的 你看我这么年轻 不过我的长辈们 他们可能见过 因为这个欠夫啊 已经消失了 现在我们也只能在 博物馆里面 看到他们的身影 刚刚老师啊 也是有提到 这个航运和水运的事情 我平时在带团的过程当中呢 就会喜欢问一些问题 像我们的游客 这里啊 我就想提一个问题 问一下我们旅行团的 各位朋友们呢 大家猜一下 我身后的这两个大家伙 他们是干嘛的呢 旅行团团友们 大胆猜测一下 张东 主持人你好 张哥 其实这个问题 我感觉就像是那个 他那个欠夫拉绳子的时候 比如说欠夫累了 然后就把那个绳子 临时地挽在上面 就像那个男生 就挽在上面的那种 捆绳子绑绳子的 可能会是 还有谁想猜一下 大帝 大帝哥你说 主持人好 老师好 我觉得有可能 这是一种军事设施 比如说像古代的索江柱 因为这里白帝城 也是作为一个军事要塞 所以我觉得有可能 他把两个柱子 竖在江的两岸 然后一根铁锁在中间连接着 可以阻挡敌军的战船 索江柱 我还真是头一回听到 因为上一次的时候 我去的时候 也没有在意过 这个也是第一次见 那究竟大家说的对不对呢 这样 蒙曼老师 在小片当中 给咱们一起来揭晓答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重庆凤杰的白帝城 就是朝慈白帝 彩云间的白帝城 我旁边这个大家伙 这个叫做索江柱 这可是当年 宋元战争的遗迹 索江柱之外 就是滚滚长江 在中国古代呀 长江不仅仅是重要的航道 也是重要的战场 长江上下游 敌对双方 往往会加强 长江江面的江房 来加强这个长江天线 军事要塞 对 尤其是当时的水路 是非常重要的 当年岳飞岳元帅 用的也是铁锁横江之计 如果在这样的江面上 栏上若干道铁链的话 那么无论是敌军也罢 还是作为自己人的毛国英也罢 肯定都是难以过江的 恭喜大帝哥 你回答对了 还真的是所将助 谢谢 我感觉今天的云旅行 我真的是收获很大 尽管我是去过 但是咱们以云旅行的方式 虽然是没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但也是听到小江老师 给咱们讲了这么多的故事 也是回味无穷 咱们这次的云旅行 就要到这儿暂时告一段落了 我们下一期将继续走进凤杰 继续跟着小娟老师 去探索一下凤杰还有哪些故事 我们重走古人路 盼寻古人情 让我们一起跟着书本去旅行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团友们 再见 下次再见 再见